有统治力 对 但现在即将进行的是混战吧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说法可以统一下 就是没有人会小看这名选手 不管在任何的赛段 这四名选手 哪个都不能小看 是 对吧 我们其他三名是我们一步步看过来的 对 而宁钦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没有人会去质疑他 那先看一下宁钦的王图选择到的月光 一样的 和上一轮是一样的王图选择 和上一场他是一样的王图选择 在眼前上还是一样的王图选择 他和上一样的王图选择 他最后就在上一场王图选择 但是莫选择 我这帮助你 是一样的王图选择 是一样的王图选择 但是她才能变得 我现在就说 他最后的王图选择 我看你能拉多少分 这些人就必须有一个人抢到十一分 对 看一下 而且他看能拉多少分 对 这些人就必须有一个人抢到十一分 三侧 第三侧没有喷 小凤仔 这实施抢出来了 让 fragile 团业 编anta 转称 清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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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前面你看你明清的视角是没有任何事物的 而且这局感觉挺快的 对 男气这里再开 第一圈的完成时间是4.13 再次把距离拉开 后边人的成绩现在是3分以上 对 而且这个距离是还会逐渐拉开的 是的 快出压稍微先下来 WCWA拖飘 但是这里赢不上了 放弹器麻烦了 卡器 就按理说甩后边人4到5分是很正常的 但你刚才那个大拖飘 对 可能分数要在3 4分左右 对 这里坐到落地 最后重新 有1分 22秒91 后边是第2名7进 3分 哇 最后风采拖了一下 5 风采是四进了5分 7分 诶 平分 因为是王图嘛 所以12分 对 对 对啊 然后剩下 然后剩下 我说的话双身两个双身侧身出来是一定能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局势不对啊 怎么了 其实讲道理就是在同一组混战模式下如果说有两个队员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按理说另外两个人应该先一致对外 哦 是吧 先把他们两个往下压一压 那你看这个选车呢 那今天就是全程风采和安妮他们两个在打 然后没有管狼队的任何一个选手 也不算打了 那他两个选车都是一样的就对 对 用车是一样的吧 嗯 行吧 在他们该战优势的地方他们有战优势 是 哇 宁星这里直接反差来到了第一 安妮跟风采跟安妮有对抗失误 宁星有点想贴宁星这边 这个是留了一手吗 留了 哎 这里上一下墙 扣一下角度不好 这里调整一下 但前面安妮又是上了一下墙影响到了宁星 但是宁星他用灵性调整真的很灵性了 把伤害降到最低 哎 是是这里扣了一下墙没有氮气很伤 对不起 但是甩断很快了 手里边这两个ECU能不能够 在网上追一堆 呃 没意思有了 大家都一个 宁星开始用了 对 他刚才已经完了 调整了嘛 然后 但是这个是网图分的话 安妮是没机会了 哇 哎 宁星还跳了 那 风仔又来到了小分第一 嗯 安妮跟宁星两个并列 对 刚才这个分数算得有点乱 那他们俩并列 对的 不错 没错 诗诗应该是凄净的 一会我们看分数 反正前三个是没错的 对 风仔第一 安妮跟宁星并列 诗诗的话就还是第四 只是这一局会不会再拉开个一点点分数 应该不止一点 对 给拉开三四分 主要是广华没跑 其实我觉得前面都不用太怎么算的 SASA 有两个 对 还好 这滴 比较 比较 哥 对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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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进到三迷逼径 后面诗诗追的也很紧啊 是 在明星视角里边一直能够看到诗诗的射头 但是第一圈跑完 三圈555.8好像是 55.81 差距明星与风仔之间是有着半秒左右 我怎么感觉几率有的呀 大家今天就来刷的是吧 这的确像你刚才说的 这一次我感觉破纪录是常态 但是明星追上来了 刚才还是0.5左右 现在已经说到0.2 0.3了 是的 明星在抓路线 同时风仔的细节做得也很好 很好 过来脚了一下 但是明星也上来了 0.0几秒的差距 再从内线去卡 能不能再卡一下 最后这一个暗示机会 卡到那么没有卡到 但是没有卡到 拼速的话还是风仔稍快一点点 而且还是打破了11层的记录 这两个人最后那样的僵持 还能够把11层的记录给刷掉 对 哇 已经有一说一追得很快 但同时风仔其实稳 他真的他细节挺稳的 就是从第一个甩尾脱飘开始 他现在首先那个快出 迅速地把自己的车身给回调过来 对 他把那个脱飘痕迹给他断掉 对 他反应得非常快 他意识到自己当时是脱飘了的 是的 没锁 但是有用 对 是快的 对 明显比绿线还要快 当时确实大多数人都会选择 但是不会像今天这一局一样 所有人咬定了 包括今天一整天比赛 大家都能看下来 对 就科迷赛格是常规选择了 BCU释放出来 甩 这张图是宁清选的 对 风仔歪了 撞了一下 但是直接影响到了宁清 是的 反倒是安妮过去了 而且这张图也是安妮的王图 对呀 找路线 明显的操作看起来很稳 前边又一个人不稳了 但是他连带了诗诗 是的 这里还得再卡一下 对 那诗诗 明显 贴得有点伤 是 但是诗诗这一局 如果是这个名字的话 就不太有利了 因为本来 他是有可能争第二的 这一下子感觉 他有可能要变第四 分叉有点大 对 或者说 就按现在这个分叉来看的话 他是一定变第四 对 而宁清感觉觉得很快 追的快和能不能超越 并不完全一样 看前面安妮能不能给机会 这边过得稍微慢了一点 再被拉开一些 是的 刚才没有出坑 这里撞的角度非常的好 前面的路线 安妮没有失误的话 您想反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机会了 是的 差距还在0.5以上 这里落地 撞强了 这里 反超 这下话 宁清拿到第一 而后边 是谁抄了 风仔 五秒进 风仔 三秒进 四分 那一下 明四 感觉 那洗牌 洗开了 全洗了 对 开了 全开了 他跟宁清 刚才是差五分吧 一个四七 一个四二 好像 对 五分 这一局 宁清直接反超了 他是爱打的 对 被迫把车先用了 两分的 差距 是 出来 四个的跑法是一样的 哎 风仔 是没有喷 没人上 但是 还是在 实施前边 是的 现在安妮 来了 好的位置 但空调的路线 都挺好的 再释放 一四一 再放个 淡气 走下面 但是 安妮 现在的差距 和后车 都挺大呀 他开机 起步好快 说明 这里有点被拉上了 自己失误才有 后面才有机会 哦 还在拉近 飞得很快啊 还在拉近 对 左上角其实 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 宁清这段路程是一直在拉近的 同时后面的车也上来了 来了 风仔反超轻轻轻轻 一个没弹出来 风仔直接反超 风仔 也是有点 没有问题 弹出来了 那这个地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1 10 19 只有十十 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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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安妮又追了风仔一分 哇 风仔现在就是往上看也不好看 往下看也很悬啊 就是感觉 后面的人追得很紧 对 前面的人跑得很快 是的 但这就是A组 他们这个数据其实也很有意思 上一组我们在说中大陆菜区的B组的选业的时候 我们说起步最快的是小玉 对半的是东方 这是有差距的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在这个春节赛 看到的这几名选手的五毛星图 可能实施三对来讲 他的那个五毛星没有那么大 但是宁清 是五边星战士 对 他各项数据基本都在使 除了起步吧 我觉得除了起步以外 对 其他全是使 其他全是使 自信一点 然后但是第一是风仔 然后 第一是安妮 不是第一是他 哎不对 第一是风仔 在说什么 我想到空港了 因为我正想说空港 空港的话 就是他反召了安妮之后 也差了0.04 唱了0.07 0.04左右 是吗 因为那局我记得是 点六 然后进入点五 点五点四 就0.54 对 正亚 这看着很像安妮选 对吧 就你喜欢看安妮选 不是 这局按理说 不是安妮选的图 对 但是 但是 你无论是刚才的空港也好 还是这局正亚也好 其实你看着都像是安妮的王图 是啊 安妮跑路都很多了 对 很爱选的 而且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是赛车有差异 是的 当然天行 打11辆哈迪斯 现在关键在于谁能够守住第二名 对 三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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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第一弹应该是被事实卡了一下 对 这意思是放出来 你没放 这怎么说呢 这张图打多了吧 也就自然知道哪里是痛出了 就是那个路线要不稳的话 他是不会轻易的去放的 对 刚才风仔那个ECU其实已经卡了一下了 对 他那个ECU释放出来真就有可能直接滑出去 那你这个直线的话你现在反超了呀 对 这李天行者绝对的优势 稍微顶了一下去 而且后边的风仔能不能够再反超试试 也超过来了 差不多 哎 又稍微拖了一下 哇 实施这张图 呃 其实跑得不错的 其实跑得很好的 对 刚才这个点没有办法 又上了下墙 但是明清 明清一次释放之后 歪了 对 现在落到第三名 实施还在第一 对 这边再做一个对抗 对的哈迪斯要赚大了 不过阿尼手里边虽然说还是一个ECU 但是他刚才这个对抗没能够成功 对 这个距离有点远 一CU释放出来 感觉连明清也超过去的 很难超了 最后 实施又把风仔给让过去了 而且这个长直线风仔 应该是能够拿到第一的 是的 大家看明清跳不跳 明清感觉不会跳 跳了 实施跳没跳 实施跟明清差点也很近 对 但是如果说还可以 不能说是最不错的 只能说还可以 而另一方面呢 就这张图 其实对于明清来讲 他也需要时间去适应 但 打的是他的空白期 对 起码这一大段时间 他都没跑过 对 至少他没有比赛过 但是从印象流来看 明清确实是强 这张图确实 但现在联赛选手 没有谁不太会跑 挺好 是的 是的 雙侧 雙侧 全都挤在一起 现在是安妮先出了就 是的 然后明清第二风仔 就能想拖一下 第四 这点还没人上 重开个氮气 对 一四优 哇 这一四优 林清放大表 你更好准备 本超 你想要上去挤 能挤得到吗 两个人有对抗 这边再次竞攻 后边实时也上来了 三个人挤坐一团 是的 安妮被挤得有点小拖飘 同时风仔也上来了 没有 四个人一起断空飘 断空飘 感觉有人要出事啊 谁 后边两个人全都上去了 风仔人被直接复位了 明清出去了 对 哇 这个距离给到了明清的话 那 想要靠细节追上明清 我觉得难 第一圈 其实全都是因为对抗 所以说大家能够离得这么近 哦呦 我这两个人又打了一下 对 刚想说第二圈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大家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大失误了 结果刚说完 一个大破标 是 前面明清的路线 只是氮气节奏 没有达到最好 淡气速度 诶 但后边注意他的实诗 其实他也不担心 诶 反超了 这里重新开个淡气 但是这个第二名是没有问题的 他要守住这第二名 后边风仔 从铁路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又磕到了 诶 但是这个距离要看一下实诗 最后重现的成绩分 30秒85 而安妮 7分 8分 3分 加3 有了有了 最后我看小红点啊 风仔在第三嘛 但风仔应该是第一个段谷飘下来之后 他卡到墙了 这是又失误了 他有可能把你给连带了一下 小带一下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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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到了 撑到了 撑下来之后 两个人路线没问题 看延续 这点延 第一圈 距离没变 这就是开局起步的距离 是的 一模一样 你看还在0.6 还稍微近了一点点0.5左右 图票了 安妮直接反超 是的 但是试试还有一点机会 首先对抗机会是暂时还没有 是的 得先再追 抓细节 延续 两个人都没问题 试试从去放了个淡气 这里能延到底吗 路线有点歪 撞墙过来 再次拉开0.4秒 将近0.5 是的 路段撑到 再过来 延续CW 那 路线来只要能够延续完 没有问题 我们最后得 恭喜安妮 通过加赛一局 成功拿到小组第三 而且打破了北海渔场的记录 我打破我自己 哎呀 今天 除了宁清没破 是 其他所有人都破了 他每次破进步的时候宁清选赛场 对 但是 宁清小匹 对 他也不亏 就是你们 再快没用 没用 我赢了 对 差的是一点运气 但是今天拼硬实力 还是宁清笑到最后 而且宁清其实我能感觉到 今天的发挥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按照对他的印象来说 对 毕竟成绩赛MVP 对吧 一会儿我觉得可以问一下 怎么看 拿了第一 但是一个记录没破的这件事 哎 你可以问一下 对 今天很有意思 我觉得宁清应该 得由你来问 但他 他不在乎 其实我都已经知道 他不在乎这种东西 但是我觉得 稍微问一下 嗯 明知不问 对 因为 其实 因为我是采访宁清很多年了嘛 很多年了 因为他一直在赢 是 然后我又一直在这解说 对吧 在我看来 其实他的采访也是有一个变化的 对 怎么说 就是他从一开始 问一些东西 问什么说什么 到后来知道了 开始藏 到后来就是我们俩真的很熟了之后 他开始反问我的这个人 就开始 给你挖挖坑 就是我的一些东西他会跳过去 然后他有些的时候 会反问我 他现在这个人 我告诉你真的 就是在采访上真特别厉害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恭喜阿尼 是的 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 对 被害于场 哎呀 A组的这几个人 真的你不能放他们跑 不能跑 不能跑 一跑就破记录 真的 随便一张图 谁能安稳地出去 安稳地跑了 最后谁就能破 是 而且你想一下 就如果师师前面没有一个投票的话 其实他会把这个记录破得更多 对呀 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 就一旦出去就有这个能力 而且你看 师师最后是跟阿尼的上一个记录平的 对 如果说按照这种距离的话 那一局时时又四一手